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大师珍藏 关乎玉器的第179集 也就是刘魏华大师珍藏第179节 今天给各位介绍的是牛马 其实主要讲的是转盘上的这一对拇指牛 双牛 立于三十之上的拇指双牛 这匹马呢纯粹只是搭配一下 因为我讲过 宋代的玉雕 昔日王谢唐前夜 走入寻常百姓家 开始趋向于写实写真 那个仪式性仪轨性慢慢在降低 但不是绝对 也有一部分文人 世代夫 崇古 还有宋代有仿战国的 有仿西汉的 但是你仍然能够从他的风格上看到宋代的影子 身影的蛛丝马迹 也有一部分的宋代的作品 玉雕作品 是就以当朝的这种审美情趣为主 就像我们眼前的这个拇指双牛 立于三十之上 给我讲啊 就是一幅国画嘛 刘大师之前讲过 看宋玉 很重要的一点 记住四个字 三个字吧 玉图画 而且玉图画 玉就像是一幅画 这幅画呢 我们眼前的拇指双牛 立于三十之上 我也给各位找到了它的蓝本 就在上海博物馆 进门处 上海博物馆 上博 有一幅呢 似乎还不到一尺 但是还非常生动 一棵柳树 下面立着双牛 就跟我们眼前的双牛 叫做什么呢 柳下 双牛 完善业 或者因善业 因就是什么讲 自动请阴 那个阴 也可以称顽固子弟的 那个丸 这个都对 就是讲的是一种 丝绝 跟竹 制作而成的 薄薄的 很精巧的扇子 上面 上面 会花鸟山水 动物 怨派的画风 文人画 那个叫做 他拿了名称 我再讲一遍 在上博 我找到他的蓝图 我找到他的蓝图 上博的 柳下 双牛 双牛 完善业 业就是我们讲的 翻业 一业两业 完善业 就是 就是一个薄薄 很轻巧 很精美的 充满了 什么 宫廷 人院画色彩 文人画色彩的 善业上的画作 就有这一对 母子 双牛 好 所以各位晓得 有根有据的 刘大师说 而且那幅画是什么 宋画 各位 它不是清画 不是明画 也不是现代画 民国画 它就是 宋朝当代的宋画 而且充满了那种 宫廷 而院派画风 所以各位了解 我们讲话 跟玉器 为什么说 看宋代的玉 你不要忘记三个字 玉图画 这就是一个玉图画 而且你把视线再延伸出去 它比图画 来得更立体生动 它的辅助文是有没有 它脚下的山石是辅助文石 它身上的那些米字纹 辅助的文石 其他的辅助文石呢 就用你的imagine 用你的想象 用你的视野去把它填不起这个空白 其他的留白 就是给你一个想象空间 那么 那么汉代的这匹马 也是充满了动力 丽与美的动感 跟着牛在一起 牛显得近 这匹马就显得动 我这是一个八骏马之一 它本来 有带什么 灰皮 灰皮盘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变得 那个玉子的润度就会出来 可是你要再摆它 一个一年半载再不盘 它的灰皮又会出来 标准的八骏马 其中之一 我旧手是 把玩的一定 因为上课完我就拿来做一个搭配 现在给各位打个光 其实我讲的话重点都已经讲出来了 其他给各位去欣赏 汉马 汉代的马 从张迁出使西域 主要也是什么 求战马 大远的马 埃子马 天马 汉血 毛马 诸如此类 各位可以想象 那个年代 汉武帝的那个年代 马 是决定战争胜负的 重要 一个载体 给各位 马我就不动了 我给各位动动这个牛好 马本身你看 汉马这个是很难的 一般你看到的雕刻的马 马的猎毛 中毛 跟他马的马尾 没有叼得这样 具有爆发力 就跟这风 在吹的那个 马 奔驰中的那种 动态的感觉 你找不到的 一般都是简单的 勾勒几笔而已 相对于这个马的洞 看我们这牛的劲 而且考考各位 这是什么牛 我刘大师 人像学 大师 而且我对动物 对植物的观察 也蛮过人一等 对了 有少部分人 跟我一样猜 水牛 看哪里呢 你看它的 仪态 看它的这个身体的流线 还重要看它那一堆大脚 黄牛 我们在台湾来讲 黄牛 驼物 它的身躯 不会这么平滑 你有没有看水牛 驼物的 有 它水牛驼物很新 因为我们以前 我小时候住基隆 那个眷村 基隆地方法院后面 它是个斜坡 我们住法院后面 一个缓长坡 接着我们后面 就是法院 那个 应该算警 警察宿舍吧 警察的村子 我们军军的村 那个警察村 在我们上 就着一个斗坡 但斗坡之后呢 又有什么 老百姓住 跟杂田 他们都用到水牛 我们天天在水牛旁边玩 水牛身体是圆滑的 所以它不适合 过度的去驼重 它才适合在 沼泽地里面的运行 各有各的用途 当黄牛 有千斤之力 一旦换上水牛之后 那完全就 就不一样 好 你看看 它脚上踩的那个 带黑带白之间的 这个什么 带庆的这个 这个就是三十 利于三十 这对母子啊 相依相卫 千年 将近千年 从宋代 到现在将近千年 这马是有两千年 牛是一千年 跟马看起来还比较干净 所以它所处的环境 它这个 这个沁呢 跟它所处的环境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还跟它的 玉石本身 也有关系 所以它 故意选择这种玉石 脚下的三十 它就要找这种 带僵的 这种 才符合什么 符合它雕刻的实况 那个三十就像长在 从地底冒出来的 接地气的三十 你要是一个三十 细皮白嫩的 一个三十 那个味道 就不一样 那感觉起来 那个就不一样 好 我想 先讲到这里 我站着说话 回腰腿 因为我昨天 同学会 我们五十年 五十年的同学会 大家都 吹吹牢银 可是 精神异异 在天除 非常愉快 我那一天的话 把一个礼拜的话 都讲完了 所以我现在 要坐着休息一下 慢慢 再给各位 简单的 微微道了 再转一圈 看看这个牛 这对母子牛 非常的有韵味 这百分之两百 宋代道代的 符合我讲 玉图画 而且它的蓝本 都找出来了 它的蓝本 那个柳下 双牛 完善业的作品 是属于 宫廷画的一环 我们的玉 我们的这块玉 那个是南宋的画 我的段代 这是北宋的牛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牛的 成品时代 早过于 柳下双牛图 可是它是 那个时代的 一种趋势 而它也是画 南方的两只水牛 母子水牛 相依相味 它的相依相味了 八九百年 我们的相依相味了 一千年 千年 当然 这个来说 是更老的 就是 宋 跟汉 一个一千年的画 一个就两千年 一千年 两千年 各位看看 一动 一进 动静之间 展现了 这个玉雕的这种美 跟它的这种什么 衍生 这个一进一千年 这一动两千年 奔驰中的马 你看它马尾马中 那种表现 那表现力 表现感十足 非常非常的那个 吸引人 非常生动 动有动的美 尤其 战汉的高谷语 强调的是动 就是十换之间的那种动感美 宋代的 因为宫廷化 因为花鸟化 而强调是一种雅趣 是一种静态美 是一种御图化的美 是一种静态的美 大块夹火以文章 虽然是静态的美 可是它留白的空间 它有一些装饰 我刚刚讲了 身上的米日纹 脚像 踩着三十 牛脚上的纹里 都在一在都显 它是什么 一对拇指水牛 南方的水牛 而且除了夏天浓闲的时候 什么 战时窝在柳树下的 山石之上 享受着 什么 柳树的音 所以柳音 生风 的那种感觉 很悠闲 很静态 很甜式 很优雅 标准准的宋代 宋代的美学 跟汉代的美学 我们同样是玉雕上 这两件 另外宋代的美学 所谓玉途化 我也跟各位找出来 它的蓝本 各位可以去看 上海上博的柳下双牛 完善业 或者阴善业 就是这两只牛 而我们这个牛的年代 更早于那个难受 我们这应该是在北受 你说刘大师怎么知道 刘大师凭感觉 凭经验 凭它的造型 凭它的文字 凭它的倾色 玉有倾色 一个玉 我们要了解玉性 同样的一块玉 除了不同的环境 它会有不同的倾 不同程度的倾 同一个环境里面 不同的玉值 记得我讲到 同一个环境里面 不同的玉值 它也会有深浅不同 倾重程度 不同的倾 记得 其它的 就是要靠一个经验 还靠自己的观察力 好 我不要把电都耗完了 换成一个弱光 给各位照一照 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 因为该讲的重点 大概也都讲了 记得我讲的玉图话 我验证给我 我讲玉图话 还有 一千年 有一千年的这种沁 而且它立于三十之上 三十就是辅助文师 它身上米字文 也是辅助文师 这是宋代 御牛的特征 宋代御牛非常少 我给我讲 非常有价值 你看现在拍卖的 绝大多数都是明清的 明的都很少 多半是清的 真的找得到一件 宋代的御牛 而且 实际上这样的 大开门的 不是很容易 所以有人曾经要 想要我这个东西 我就不容易放 就这样 而且它那个三十 因为三十 还有带姜 姜边粗细肉 你看 所以它的这个拇指牛 这对拇指牛 虽然是受气 严重 跟它身上 开窗的地方 那玉子相当的细腻 而且拿起来手感 非常的沉 它是一块 白玉 所以千年白玉 成秋葵 所以它受到气 但它原本的玉子 是非常白 是属于一级白玉 是属于 真正的和田玉 狭义的和田玉 是纸掉 而且带姜带皮的 姜边粗好肉 姜边粗细肉 所以它身躯的 尤其背部 跟头部的玉子 非常的细腻 本身这个三十 因为受气比较严重 它在下方 接地气的地方 而且本身它就带姜 所以寿庆会比较明显 所以增加了我们这个艺术上的一种层次感 艺术 美术 它要有层次的 否则你看皮卡索的画 为什么它最成熟期的画是什么 立体画败 立体画败追求的就是一种层次 就是一种立体感 在同一个画片上 它能够看到很多东西 它不是一张大白脸 或者一张大黑的 或者一张大黑的 它很多层次的东西 立体画败 立体画败也来自于非洲的这种文化熏陶 而用西方的美学呈现出来 所以比卡索是这样 它的东西里面 带有非洲的原始的这种野性 在非洲原始的自然风 所以它有什么粉红时期 蓝色时期 黑色时期 这样看 我们的 运画派 送画画派 这是什么 重要的一个元素 双流图 讲到双流图 懂送画的人就懂 非常 因为在这个之前 汉代 讲究那时候汉代是种马 牛是跟人亲近的 它是耕地的 水牛耕田耕地的 汉代强调了什么 汉代不是没有牛啊 我有送到汉桃 汉红桃制作 上面有什么彩绘 彩绘的是什么 云气纹 西汉云气纹 就是有天人思想 鬼神思想的云气纹 牛拖的车子 非常美 牛非常的雄壮威武 跟宋代的这个牛 显得比较温顺 完全截然不 在玉雕上的呈现 就是马 马是西汉时期的一绝 因为 不是因为马 张谦也 汉武帝也不会派张谦去通史西域 我们带回来现在胡椒粉 胡萝卜 胡什么东西 胡琴也好 除了马屁之外 跟胡志沾光的 我那个小 我那个小 执外征孙 所以他的名称就叫穆谦 穆谦 我觉得 他这样适合当外交官 会成名 但是会老碌 他那个谦是司马谦的谦 还有意思 这个是 我再转一圈给各位 我们就可以休息 我在想 应该该讲的 大概主体上 大概都跟各位讲过 其他的 给各位留一点想象的空间 像我有时候 讲 池气的时候 人家问我玉 好好好 我就跳到玉 讲到玉的时候 又有人在问我池 尤其最近在拍卖 永乐的青花的 玉湖春平 还有人把永乐的青花打罐拿出来讲 还是干什么的 我发觉有的讲 有的讲的是不错 但还差一口气 我有时候想把这口气给他补起来 把他补起来 可是不好意思指名道姓 不好意思指名道姓 文人相亲嘛 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好 自己的收藏是最好 知道藏品会说话 真的是成名 我有那个永乐也好 我有那个宣德大观 大观又大又美啊 那个发色又漂亮 那个蓝头又美 我有两个 一个是蝉子脸 那个蓝头啊 正蓝宝蓝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双丝细球 不是盖的 它那个成型的工艺啊 你做不来的 它跟大运博物馆的最重气 马卫都 各位 大陆 士尔博物馆 排名第一的 马卫都 他去看那一点 当然那个不是瓷器 但那跟瓷器的气形相关 它是什么 加斯法郎 加斯法郎 加斯法郎的明代 里的最大观 因为它很重 摆在地下 马卫都去看它的时候 单膝跪地啊 一方面是为了近看它 一方面是一种尊敬 那个的气形 跟我瓷器上的气形 几乎是百分之百一次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大陆那个吕英龙 很仔细 很小心的那个吕英龙 他在讲瓷器 他在讲明代的大观 明代是大观子出名 明代的大观 他就强调一点 那风间跟溜间的区别 大家现在讲这个就差题了 画在手外 看这对母子牛 它的蓝图就是 上博 上海博物馆 那面一幅善业上的话 叫做 柳下双牛 完善业 柳树下那个牛 跟我们在对 有所神异 但它 还是有所趋 不是百分之百 你看它的神运是一致 要是说访的话 应该是他访我们 因为我们的年代在前面 有小孩访老头 没有老头访小孩的 我们昨天老人聚会 大家都快七十岁了 有少数几个已经 七十挂边的 他当时在我们同学年纪比较大的 搬着凳子合照的时候坐 上七十岁才能坐 我们还轮不到坐 开开玩笑 但虽然我们还轮不到坐 可是我们也是坐流望期的 所以 尤其有所体 尤其很想把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收藏的这种 这个智能 还收藏的这种情怀 一直想把它什么 传下来 一直想把它传下来 是我们是跟时间在赛跑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 我还是走一下程序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大师的珍强 寡呼玉器的第一百七十九集 也就是第一百七十九甲 讲的是 宋代的 拇指双牛 立于三十 玉图画 它的蓝图蓝本 在上海博物馆的 柳下双牛 完善叶 画的是南方 在农贤时期的一对母子水牛 悠闲之中 在三十之上 一半千年 母子相半千年 这很感人的 你去想想看 那人办不到的 在浴雕上可以办不到 永远都是那么的优雅 永远都是那么样的一个什么 那种天伦之乐 那种天伦感 非常感动的 我常常跟我说 我喜欢你们小的时候 照片啊或者录影啊 哎呦好纯正好感 我带他们唱歌 在我沙发上 一左一右 我在欲儿欲儿 水虚中游 唱歌的时候 两个 那幅画面 就是天伦之乐 不然小孩长得很快 一下就长大了 我大孙子 喜欢打篮球 比我都还高了 但我常常 我喜欢 他们小的 你这个母子牛 就有这样的味道 它是时间胶囊 它千年定格在最美的那一刻 这就是宋话 跟宋代 玉图化 玉雕 给人的那种感动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周末愉快 Saturday 谢谢各位